林一成打败周迅 不够善良的我们 夺釜山最佳女主角奖 由釜山国际影展举办的 第六届亚洲内容及全球OTT大奖 六日在釜山电影殿堂户外去场 举行颁奖典礼 由戏剧不够善良的我们 分别由林一成拿下最佳女主角奖 蔡健雅荣获最佳原创歌曲奖 让向大奖 不够善良的我们 屈组入围者林一成 柯震东 蔡健雅皆亲自出席参加颁奖典礼 其中林一成与柯震东的华丽造型 惊艳全场 令现场国际媒体 美光灯闪烁不停 不够善良的我们 以柔和的旋律与深刻的歌词 完美诠释剧中角色 对情感挣扎与成长过程 展现了对善良的深刻反思 蔡健雅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 将情感层次表达得淋漓尽致 让听众在旋律中感受到温暖与力量 蔡健雅获得最佳原创歌曲奖 感动表示 非常感谢亚洲内容及全球OTT大奖 这是我第一次为电视剧创作完整配乐 这个奖项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善良的我们 是一首关于学会善良的歌曲 不只对别人 对我们自己 即使形势对我们不利 感谢导演徐玉婷邀请我参与这个美丽又充满人情味的剧集 也感谢我的作词格大为 感谢我的粉丝 朋友 家人和我的经济团队 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林一层在剧中精湛权势假设 简庆芬从嫉妒到自我和解的心境变化 展现了细腻而深刻的演技 在最佳女主角奖的竞争中 面对来自各国的强劲对手 有迪安·萨斯特·劳沃德约 普宝英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 二阶堂赴美 周迅不完美受害人 及金慧吉背着山崽跑等实力派演员 最终脱颖而出 他在获奖时兴奋地表示 我非常开心且荣耀能拿到这个奖项 这对我自己或是团队来说 都是莫大的肯定 让我们获得很强大的力量 他也进一步感谢大家对于戏剧的热爱 我真心相信一个好的剧本 能让观众感到被理解 也能带来启发性 让人了解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再次感谢大会带给我们如此美好的夜晚